一些一些牵涉到就是說如果你將來希望用那個VBA幫你做郵寄信件的這個動作的話 第一個你必須使用Outlook Outlook我剛剛已經先把它設定好了 沒有很多地方 但你要注意幾點 第一個你一定要有一個什麼 那個 Harmail的帳號 或者是Live的帳號就是那個Microsoft的那個 你要到Microsoft的網站上面去申請 你不能用 如果你用Google的帳號 應該也可以 不過我之前有試過 會設定上面好像遇到比較多困難 不過剛好那個Microsoft的帳號 Harmail的 我就用Harmail來做設定 會快很多 因為畢竟是同一家公司 如果你用Gmail的話 畢竟不同公司 而且是 算敵方陣營 所以他可能會是不是給你弄一點 我真的設定起來我有點不太記得 我記得是問題 比較多啦 OK所以你不如這樣 乾脆你用Microsoft的東西 那你乾脆就用Microsoft的帳號 問題會比較少一些些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你一進來會有一個設定 那那個設定畫面我想應該各位應該都有印象啦 只是差別就是說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什麼 你的Mail 還有你的那個什麼 因為呢 收信會用什麼 一般都是POV3的 伺服器 寄信的話一定是 SMTP 的伺服器 那他的那個如果你是用微軟的 他一定就是這樣 Live.com Live.com 但是他需要登入帳號密碼 另外還有其他設定 其他設定還有哪些比較重要 外記的這個地方 記得一定要驗證 這個一定要打勾 這個地方 我有把那個截圖 你們在雲端上應該可以看到 或者將來你們可以看影片 還有進階的話 這邊呢 必須要修改他的那個 那個連接的 PO號 那個對外連接的PO號 這個POV3是用995 那如果SMTP的話呢 是 587 那另外加那個什麼 還要加密 加密的話是TLS 這個都要設定 如果你沒設定的話 很抱歉你就沒辦法完成設 反正設好之後 大概一次就OK了 那相關的畫面 我有把它截圖了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大概我剛剛講的這些都在這邊 這邊都有 OK進階的話 這邊 也在這邊都有截圖 所以呢 你只要照著做啦 做完之後的話呢 底下呢 我有一個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 要用那個 VBA幫你寄信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用函數是沒有辦法 辦到的 因為Excel裡面沒有一個函數 是可以幫你寄信的 OK 如果說你要在Excel裡面可以寄信的話 那就必須藉由VBA 那VBA他怎麼達到呢 其實非常簡單 他利用什麼呢 一個所謂的 Create object 這個觀念有點像外掛啦 比如說我今天 我電腦裡面有outlook 那我不要把它打開來 我在背後去做什麼事的話 我可以用一個叫Create object 其實有點像那個 背後 外掛的方式 Create object呢 後面一定就是這個名稱的 所以這個名稱 一般人 是不會自己打仗的 那你可以自己打仗去 但 不能打錯字 因為呢在我們電腦裡面就會有一個叫outlook.application的物件 那我只要怎麼樣 利用Create object 就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在背後執行 丟到前面這個 這個叫物件名稱 物件名稱 其實 就有點是outlook的主體 它 不顯示的話呢 會放在哪裡 放在記憶體裡面 但是它你看不到 不代表它不存在 它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你電腦裡面的記憶體裡面 後面的話呢 再利用什麼 裡面有 我們就是用outlook的這個 裡面有個叫create item 刮狐鈴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要記憶的話 那我通常會怎麼做 通常會怎麼做